刚刚结束的红膜7系列新品发布会上 红膜带来了一款涡轮散热背夹 和大家分享下这款外挂风扇的开箱体验 红膜涡轮散热背夹的外观延续了经典的小飞机造型 十分炫酷 它采用多层金属质感喷漆工艺及UV镀膜 触摸手感不错 而且很轻盈 佩戴在手机上不会有明显的重量增加 背夹的拉力不错 夹住手机后比较稳固 在风扇的位置还设计了RGB多彩灯效 可以在配套的APP里面对它进行调节 让灯效随着背夹的温度发生改变 还是挺酷的 说到散热表现呢 我们先测试下它的背夹版温度 通过测试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制冷效果是很明显的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到零下0.5摄氏度左右了 这个温度完全可以将水动结成冰 手机游戏一段时间后 背部温度最高大约在38摄氏度左右 开启散热背夹后 大约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手机的最高温度可以降到28摄氏度左右 散热表现不错 如果你是个游戏爱好者 为手机的高发热量感到烦恼 其实可以考虑下散热背夹这种方式 它的使用很简单 而且由于手机温度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所以游戏中帧率的表现也非常稳定 不会出现经常性断崖式的变化 好了 这次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